整個燒出來了 這裡設施了一塊鎮煞石 台中市消防局本部外 在草皮上放著這塊大石頭 上台題字顯著榮譽責任 外投市消防局高層 為了鎮煞改運特別設立 因為根據統計 台中市今年消防局火災建築 1到4月共有788件 不只超過去年總數的一半 和同期622件相比 增加166件 截至5月底 火警意外死亡人數共18人 其中建築物火災就有173件 今年配合這個局本部的整體的 這個景觀的這個步道修繕的這個工程 那大概是在我們上半年 大概是3月的時候所設立的 那火災呢 是屬於偶發性的一個事件 那我想這個外界不用有過多的聯想 應該是沒有什麼直接的相關 民族傳統的風水裡面 會在那個剪刀口 口的位置把它放一顆石頭 把它塞住 那塞住的話 剪刀就不容易去做行使這種殺傷力 所以這樣子能夠達到那個 趨急避兇的作用 民俗專家看來 消防局本部外的草坪處 有一處斜向銳腳 形成剪刀口 消防局在刀口設置井觀石頭 確實有擋煞作用 井觀據實在過年後設立 是巧合還是刻意為之 外界各有不同解讀 進行黃正前兩分鐘台出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